励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ㄎㄧㄤㄧㄤ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聽姐妹ㄎㄧㄤㄧㄤ 在節目開始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現在呢 大家可以在Facebook跟Instagram上面 看到我們的粉絲專頁啦 只要搜尋節目名稱 姐妹ㄎㄎㄎㄧㄤ 或者是ㄎㄎㄧㄤ K-I-A-N-G-S-I-S 都可以找到我們 赶快來跟我們互動吧 Hi 大家好 Hello 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今天又來到我們最受歡迎的 来自星星的懲罰 你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選一個 這麼奇怪的主題嗎 就畢竟我們的背景 就是來自這個地方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選了一個 呃 女校 女校的特輯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兩個都念女校 所以我們就決定做女校 對啊 欸我聽到的不是這樣欸 你把真正的原因跟 聽眾朋友講一下 就是有聽友說 想要聽女校的評論 為何 就是覺得香吧 覺得香 OK 聽起來蠻變態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兩個頻道嘛 那其實姊妹 看上這個頻道的 男性聽眾的比例是蠻高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喔真的假的 對 就是比我們另外一個頻道 高非常多 在錄之前我就想說 蛤 女校 我有兩個想法啦 第一個是 這樣聽起來就是好怪喔 就感覺就是 講一些瑟瑟的東西 講女校 喔不是是不是 我超沒有的啊 超沒有嗎 OK 那這邊大家就先關掉了 不是啦 沒有瑟瑟的東西 大家追求是瑟瑟的東西是不是 不是 我不知道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在 我就在想說 我們講女校 那如果我們聽眾都是男聽友 他們會不會其實沒有共鳴 喔 不會吧 就是因為 不知道所以會好奇啊 就跟著聽 好 然後 其實這裡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因為就是有聽友指定 我們錄女校嘛 那我一開始 就是Amber跟我講的時候 我也想說 OK啊 反正新加坡有女校 我也就是不遺由她 就答應了 結果沒到 就沒想到我認真 搜尋一下 新加坡女校的評論的時候 我才發覺其實 女校的評論不是太多 因為其實他們的女校 就新加坡的學制跟台灣非常不一樣 她們小學六年念完以後 她會先念一個三年到四年的中學 三年或四年的中學 念完以後會再念一個學院 算是大學前的準備 然後再念大學 所以其實她的中學比較像我們的國中 哦 那那個學院要念多久 學院不一定 因為她的學制實在是分太多種了 就是看你未來要進去的是大學 還是什麼技術學院等等 哦 是哦 嗯 那那個range很廣嗎 有可能一年到十年不等 哦 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中學的話是三年到四年 那那個大學前學院 有可能是兩年到三年 哦 然後大學有可能是三年到四年 也就是說它都沒有一個統一的年限 就是完全看你選的是哪一條路 所以學制很複雜 嗯 這是他們獨有的學制嗎 我從來沒聽過這樣子的 嗯 他們是比較英國的學制 但是後來就是發生了一些 也不是發生 就是後來演變成一些 比較新加坡的傳統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過小孩不笨 應該知道就是其實在小四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進行一個考試 然後考完以後 就會把小朋友分成三等 就是一等二等三等 然後就會有點像好班 就是一般班 跟就是比較放牛班那樣子 然後到小六離校的時候 會再進入一次考試 那那個就是決 就再考一次試 那個就是決定你的中學 可以念什麼學校 哦 欸等一下 這段內容放錯地方了啦 這個是另外一個頻道放的吧 這太認真了 沒有人要聽 不會啊 我們現在在錄的是姊妹 ㄎㄎㄎㄎ 哦 是是是 沒有啦 還好啦 我們要ㄎㄎ一點 所以你叫我找女校的時候 其實我找的全部都是女國中 所以沒有那種瑟瑟的東西 哦 國中 欸不過我們 等一下 不是我一直被你誤導 我們沒有要找色情的東西啦 哦沒有要找 沒有沒有 對對對 那又是另外一個頻道是不是 沒有那個頻道 搞錯 對 但那 因為我查 其實台灣高中的話 其實還蠻多女校的耶 對啊 但目前都還有二十幾間 但你猜男校剩幾間 男校 欸我這樣會不會很政治不正確 男校就 健中 成功 然後熊中 然後中一中 竹中 台南一中 我覺得不會超過時間 欸我剛剛講的沒有任何排序的意思喔 不好意思 沒有排序是不是 你就是從北到南這樣子 也沒有 就是一個random sorry 不要挖坑給我跳 我跟你說 沒有時間 現在目前 只剩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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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本的 很多都收 建中成功跟熊中 建中成功跟 徐慧中學 等一下 熊中現在收女生 對啊 真的假的 中一中 也收女生 對啊 他們會有一些特別班 就比較香的班 對 就是那一班特香 然後 哇塞 女校就 欸其實還 就是反正剩二十幾間 都還是純女生 這樣子 OK 對 這個有點妙欸 很妙對不對 這種男女分校的 這個 傳統啊 就其實 就台灣啦 比較多都是 日治時期 那個時候 辦學制度 然後所以很多 那個學校的 建築啊 都是 就是反正我在評論上 看到蠻多的 但我一個都沒挑 你是怕大學無聊 這邊直接先關掉 誰要聽建築啊 然後就坑掉 對 但就是蠻有趣的 就看到這些 然後我看到一個 有一個日本的YouTuber 他就拍說 他覺得 台灣的學生 上學的時間太長了 就發現 就是我們是從 七點半到五點嘛 對 是全世界 全世界喔 上課時間最長的國家 就是學生的 奴性也很夠就對了 對 我就想說 欸好好笑欸 因為我們都會說 上班族 是七點半到五點嗎 七點半到五點啊 第一節課是八點 對 啊七點半早自習啊 哦 第一節課是八點 也太早了吧 好難想像喔 嗯 請問你沒讀過書嗎 不好意思 那個都是 不知道幾年前的事 上輩子 對 仿佛就是還是什麼 有電腦286 那個年代 所以 所以 那個啊 那時候 高中的時候 不是會分組 大家才要 強迫同學 那個啊 文組啊 一類組啊 因為可以提早下課 蛤 一類組可以提早下課 為什麼 就是一類的 不知道 嗯 我那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子 選文組啊 哦你知道 某幾天 可以上到四點 就下課 你知道 我提醒你一件事喔 我們這個 KangKang這個頻道 不只男性聽友 比較多 其實年長的聽友 也比較 欸真的假的 其實我帶 帶大家重遊小時候 對 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要先科普一下 對 然後跟他 跟他講說 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沒錯 然後重要的橋段 要多講幾次 不然他們會忘記 到底多年長 你到底是 好難想像 觀眾的輪廓 請大家跟我們 互動一下啦 真的真的 拜託互動一下 告訴我們 你們到底 是誰 對 在Podcast 跟我們聊天 在那底下留言 跟我們聊個天 對 我們才能 對症下藥 端出你們喜歡的內容 對 就看你們要 聽香的 還是臭的 都講 好 那我們就開始 進入正題啦 好的 來 我講一個 先講一個短的 短而有力的 他就說 這個人叫做KDY 他給的是 五顆星的留言 他說 我原以為 我老婆一定是 這裡畢業的 哦 所以 他很喜歡 這個女校的 學生就對了 對 然後他現在 在悔恨 是嗎 不知道 這樣老婆 如果看到這一則 窘掉 生氣 老婆 可是我覺得這一則 要不要先 就是截圖 就是純正 以備 就是未來 就是 警方 警方怎麼 就是對 一些線索 這資訊量太少了啦 哦 資訊量太少 KDY嘛 KDY 可能性高 嗯 高 大 業 對 什麼啦 就是如果 很不幸 社會上有發生什麼 女學生的事件的話 為什麼 從這邊 不是啊 這個有點 這蠻好笑的 我一看到 我就扑枝一笑 看來是就是 蠻懊悔的 可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公佈學校嗎 這種香的 我就公佈啊 好公佈一下 這是北一的 哦 對 這不意外吼 又香又聰明 他搞不好是 覺得人家聰明啊 對啊 搞不好是覺得 他想要老婆 很會賺錢 想要老婆是 獅子輩的 例如說 律師啊 醫師啊 會計師啊 結果現在老婆 可能一事五成 越講越政治 無論全 哦 對不起 對不起 還 老婆 老婆更生氣 想說我不是學校畢業就算了 還說我一事無成 亂七八糟 好我來一個 也是 也是 男生留的 那 他留的是 五顆星的評論 這個人叫 哦他叫 Batman 他叫蝙蝠俠 OK 五顆星評論 我非常喜歡這個學校 雖然我是男生 但是我喜歡那邊的女孩 他還特別講 重點是 你知道就是 我覺得Google很妙 就是其實因為我 我看的評論都是英文 但是其實Google會自動翻譯 然後這個翻譯 因為 他翻譯都會屏蔽掉一些 比較激烈的字眼 哦是嗎 對 像他其實原文流的是 我非常喜歡這個學校 即便我是男生 但是我喜歡那邊的女生 他就不會翻出 我喜歡那邊的女生 哦是哦 對他會自動屏蔽掉一些這種 然後像我那天查到一個 也是裡面很多髒話的 他全部都把髒話屏蔽掉 哎呀 那滿聰明的耶 可是我覺得有點怪 因為他都是 他等於說他翻譯的功能當中 涵蓋了屏蔽這個功能 對啊 他可能就是敏感支持不翻 這樣子 對 好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 滿好笑的 也是一位男性的評論 他就是Can Young 他給的是五顆星的評論 很可愛的學校 不相信去問南海路那所男子高中 進不去沒關係 男扮女裝 穿上混搭的校服 或是自格生個女兒 好好培養考進去 哦忘記了 不用這樣麻煩 每年12月12日都可以進去 是有舞會嗎 大概原有會吧 哦 欸我覺得我們原本是要念 我們原本是說女校是香的 怎麼都念一些臭的留言啊 怎麼一回事啊 欸 對耶 但 而且這個擺明是一個 建宗的校友流的吧 對不對 我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校友 就你剛講那個南海路的男校與女校對望的嗎 這個 對 我這邊有一則類似的 就是 新加坡有一則 新加坡有兩所非常有名的學校 一個叫南洋女中 一個叫華僑中學 都是就是 很早期就留下來的老學校 然後這則是在五顆星的評論 在評價 南洋女中 是 嗯 Jonathan留的 他說 這是一所在華僑中學附近的好學校 這就是人們常常說 那個地區有一座愛情橋 就是因為南洋女中跟華僑中學就是有 就是青春的男女 所以他們就其實就隔著一條馬路 然後呢 所以那邊就會有很多戀愛的故事 所以他們就會說 對 好浪漫哦 青春校園故事這樣子 哇 但那中間是真的有一條橋 還是那只是一條馬路 沒有一條橋 只是一條馬路 OK 對 欸你這樣一直講青春的 青春校園的愛情故事 會不會開始很懷念青春 欸 我現在很青春啊 OK 但畢竟離這個高中時期 還是有點久遠吧 哦 還好耶 還好 你很懷念青春是不是 也還好 因為這更久遠了 我早點結婚到 搞不好都生得出一個念女校的小孩 不用 太誇張 太誇張了 所以都會掉粉嗎 我說 蛤 美根到底多老 白髮苍苍 就跟聽眾你們一樣老一樣 是 差不多 對 好 我們剛剛講就是 就是可能是比較偏向 就是大家在幻想女校 然後現在來講 大家覺得女校的人很吵的評論 他叫Max Wong 然後他給的是一顆心的評論 很多噪音 施工到晚上十點多還在吵 原本以為假日可以好好休息 結果一大早就開始換樂隊吵 晚上又是施工 這間學校真的很吵 不是啊 這個 施工 不是學生的錯吧 對 而且施工一陣子而已吧 不會一直改造吧 欸 但你有印象嗎 怎麼樣 之前在讀書的時候 是真的還蠻常施工的耶 我覺得 你說學校嗎 還好吧 就是學校很不容易會有 沒有施工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就是可能哪邊的廁所要施工 然後施工完之後就換下一邊 就換一換去 因為大家也知道 學校的經費就是這樣 可是畢竟我們兩個差了十年 所以我覺得可能到你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母校是有點年久失修啦 但我在念的時候是還好啦 蠻嶄新的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經費一定要花完 哦 你說一定要故意修繕是不是 對 就是你要花完 不然的話你下一個年度的 就沒了 那個預算就會被砍 哦 嗯 所以有可能鄰居就是這樣子 美到年底的時候 很苦 哦 可是我剛剛想到一件事 他講到樂隊對不對 對 我覺得男校是不是就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欸 真的耶 樂宜齊隊好像都女校才有耶 嗯 男校應該也有 只是沒有那麼激烈 但是女校應該是就是會很 執著在樂棋隊上 樂棋儀隊 我來講一則也是很吵的 嗯 這個是Mr.Yong留的 他三顆星評論 他說 XX女中的學生很聰明 但是他們有時候就是忘記他們應該要言行 舉止符合規矩 他們在公車上大聲說話打擾他人 完全不能夠反映出他們是一所頂尖學校的學生 嗯 你有在公車上被罵過嗎 穿制服的時候 絕對啊 當然啊 每天都被罵吧 對 而且我覺得非常丟臉 是因為我們的制服超顯眼 所以公車司機就會直接說 XX女中的 你們可以小聲一點嗎 現在都被司機罵 哦 是司機在罵是不是 是司機在罵 我以為是乘客在罵 不是 但我們真的超容易被那個 被路人關切的 超容易 而且你知道我以前最喜歡的就是坐校車 因為只有校車才不會被罵 哦 下課真的是 超恐怖 真的很吵耶 那種吵度 真的耳塞 要耳罩式那種才能 我覺得 我覺得那校車司機應該會有那些需要就勞工 勞工傷害吧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補貼吧 不然他怎麼會願意當 還是有配吉耳塞 抗噪耳機 他現在就 啊 對對對 他們現在可能每個人都有戴那個AirPods Pro 好吧 好吧 我有看到跟你那個公車很像的 他叫Justin Chen 他給是一顆星的評論 此校學生 上下學時段於臨近公車站台上 總是無秩序的站列 不滿乘車時 其他乘客無從過身 人生安全有疑慮 公車到站時 又總一窩蜂無秩序的塞在車門 造成其他乘客上下車耗時 即不便 生活教育情況惡劣 奢談 課業教學狀況 我覺得大家很喜歡拿公車上吵鬧跟排隊來就是 制裁學生耶 我覺得這不只是女校 你有沒有小時候那種 在那種招會上 然後聽到人家報說 幾年幾班誰誰誰 你昨天亂丟垃圾被人舉發 有有有 我就為什麼要這樣子制裁學生啊 真的 而且民眾真的很愛打 打那個 那是什麼1999是不是 1999不是台北市政府嗎 對 民眾就會打電話舉報學生 然後那個單位就是會跟學校講 然後就是你也會被廣播 所以就是你看之前假如說他要知道學校電話他才能舉報 然後我那個時候的話就是反正大家都知道1999 所以就會打然後就很長很長幾乎每天早上的早日起的廣播 都會有人被舉報 欸 講真的你覺得這個東西有沒有侵犯隱私 因為他完全是就是可識別話耶 他就直接講幾年幾班學號幾幾學號什麼 然後你是誰你做了什麼 對啊 因為他都就是那個制服上面不是都會秀學號跟姓名嗎 對啊 這個超可怕就是那種I am watching you的那種感覺耶 真的 不過就是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啦我覺得 對啊 就是什麼啊 你知道我還會聽到那種邊走邊吃嗎 邊走邊吃不可以嗎 對 我想說又不是在學校裡被抓你就會覺得很煩了 學校裡可以邊走邊吃吧 不行啊 教官看到你邊走邊吃 他就會問候你啊 問候 問候你什麼啊 問候你啊 How are you 什麼要問候 要怎樣問候 他就說 同學 不要邊走邊吃 這樣子 這哪叫問候 問候是說同學 你還好嗎 你是不是很餓啊 要不要來教官室吃一個便當啊 這才是問候吧 不是啦 那是什麼 沒有沒有那種 沒有關懷 這樣也太讚了吧 那這樣大家想要蹭飯的時候就在教官面前邊走邊吃就好了 我不知道不能邊走邊吃耶 真的啊 可是我覺得女校其實超多超奇怪的規定 也不要講女校啦 我覺得高中超多超奇怪的規定 對 女校有個特別的是不能穿運動服在外面 這個我也是不懂 不能穿運動 對 運動褲也不行 就都不行啊 就是你只能穿制服跟裙子在外面 對 這個我超不懂的 超怪啊 而且他們故意把運動服做得很醜 所以我們就也就不想穿了 欸 不會啊 就會上身穿制服 然後下身穿運動褲 沒有人會這樣穿 這是高中的流行 沒有 真的 就跟講流行這種東西就是每一代都不一樣 要不然你們怎麼穿 你剛剛講這種穿法是我們覺得最邋遢的穿法 耍叛逆就會這樣穿 沒有耶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就是喜歡穿制服加裙子 只是我們不懂為什麼他要故意把運動服做得這麼醜 讓我們不能穿在外面 欸 欸 他如果不讓我們做 他如果 他可以不需要做得很醜 但他可以做得很 例如說很暴露 那我們可能也不會想穿在外面 或是很熱 很熱我也不會想穿在外面 或是穿起來會很胖 我們可能也不會想穿在外面 好 那我講到制服 我有一個評論是跟制服有關的 好 你說 她叫Amy Wang 她給五顆星的評論 她說 伏地色有賣運動褲 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穿的居家褲了 即使畢業好幾年 還是喜歡穿著慢跑或睡覺 或什麼都不做 欸 你會嗎 我 我們學校 我剛剛講啦 我們以前學校有運動服很醜又很難穿啊 欸 但我超級愛的耶 因為後來有改版變超級好穿 我都現在有時候還會拿她來當睡褲穿 我這邊也有一個制服的 好 這是五顆星的評論 Nindy Pan流的 她說 XXX是一所偉大的學校 她培養女孩成為擁有愛心的女神 她也是一所基督教學校 掌握學生有成長跟服務的精神 不過由於她有月亮仙子的制服 所以這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 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名XXX女孩 她的月亮仙子就是你想的那個月亮仙子 因為她們是水手服 我有去查 就是要懲罰妳的那個月光小兔 而且妳知道她們其實非常多的女孩啊 會在女校下面留言說 我好希望我可以進妳們的學校 喔 是喔 超級瘋狂 然後或是校友會一直寫很多 就是感恩學校的話 我有看過校友 但我沒有看到 我在台灣沒有看到太多那個許願 沒有對女校瘋狂的女粉絲 對 都是男粉絲居多 恐怖 剛剛那個什麼KDY是嗎 對 每天都在外面等 還有那個Batman 好可怕喔 隨便就兩個 我來唸一個 這個人叫None 他給的是一顆星的評論 培養學生自大排外個性的優質學校 學姐學妹制是什麼噁心的潛規則 下面有個留言說 請提出客觀事實 那麼妳的看法客觀了嗎 對於這間學校的觀感 本來就是主觀的盡力產生的 還要客觀什麼呢 所以她是被學姐欺負是不是 我覺得是耶 可是 妳覺得學姐學妹制有很糟糕嗎 其實到我那個年代 我是 我覺得還好 就是 我們學校已經算是 學姐學妹制很重的學校了嗎 對是 就是妳看到學姐 會發抖 要敬禮 對不對 要敬禮 對 但我就覺得 鞠躬啦 敬禮聽起來很像當兵鞠躬 喔對對 要鞠躬啦 對 但我覺得還好耶 她可能是有被霸凌啦 喔對啦 因為通常都是社團 然後社團想要維持那個紀律 所以才會做這種有的沒有的 對 但我們兩個都不是廣播社的喔 廣播社 雖然我們現在在做Podcast 但我們真的不是廣播社的 好 那我來講一個 算是蠻幽默的評論 她叫做咪咪 她給的是三顆星的評論 非寒暑假期間 每天都有學生在圖書館念書 問她說 妹妹你們不用上學嗎 他們就會說 請假出來念念書 括號 每天 很特別的學校風氣 請假出來念書 是俏課吧 感覺就是俏課 但俏課然後去圖書館 也是蠻幽默的 嫌老師吵是不是 等一下 沒有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知道其實 好學校裡面的老師 很多都教得很爛耶 就是好學校裡面的老師 好學校其實是靠 學生用功為主 我個人覺得啦 但也有名師吧 比較少吧 像我們有很多名師啊 有嗎沒遇過耶 而且他們如果已經壞的東西 已經超越老師講的 他當然會想要就是自己去念啊 喔 好我來念一則 是我這次找最長的一則評論 那他叫他叫羊茂生 他給的是五顆星的評論 一走進校園 放眼看過去最顯眼的就是椰子樹 嚴格來講通稱棕榈樹 然後他就開始講一堆椰子樹的分類 將將將將將將 椰子樹的分類 對對對 好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說 美麗的外表卻潛藏著風險 這些高聳的椰子樹 最麻煩的不是 會不定時飄落的葉子 大片的葉子 重力加速度 打到學生 還是會有皮肉傷的 不過還有更不可以失憶的是 有整棵椰子樹青島 壓傷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笑 但有點誇張 但他是在講悲慘事件 有整棵椰子樹青島 壓傷學生的事件發生 但這也不能完全歸咎學校 樹和人一樣也是會生病的 等一下 你有看過嗎 我在學校是真的有看過啦 就是椰子整個砸到車子 就在圖書館附近 就椰子掉下來砸破車窗 你沒看過嗎 我沒看過啊 所以那個圖書館旁邊 都會有那個立牌啊 說小心椰子掉落 勤勿停留 我沒有看過椰子掉落 但我有看過椰子葉掉下來 葉子很容易掉啦 對 那你有聽過有一個都市傳說嗎 學校的都市傳說 就是你如果被椰子葉打到啊 你可以請公駕 這要怎麼證明啊 就是被打到囉 好像可以請個七天什麼的 這就跟剛剛我們說校車司機 如果他發覺他耳朵有點聽不到的時候 他也可以申請一些補助跟賠償是一樣的 對就是有點難去那個求證 但大家又覺得說 欸好像真的有可能發生 講得好像那個環境有多惡劣一樣 欸其實那你知道養一顆椰子樹 一年就是要花超級多錢的嗎 你去哪裡查的還是又是都市傳說 欸我聽過的 所以台大超有錢 台大那個椰林大道 對 超級有錢 對 就是反正養椰子樹是 就是成本是高的 是喔 我那時候剛得志的時候想說 哇學校怎麼這麼有錢都是椰子樹 嗯這我還真的不知道 嗯 我也來講一個學校環境的 這個是兩顆星的評論 貪威賴流的 他說 除了鳥很多的食堂之外 學校基本上很乾淨 學校的文化也很好 然後同學間相處的也很好 不過這個學校的規則有點嚴厲 女孩子需要被迫綁辮子 而且學校給不出任何理由 女孩子綁辮子對 女學生們也要被迫使用Chromebook 而不是一般的筆記型電腦 但是Chromebook常常發生故障當機 毫無用處 如果學校可以改變這些 沒理由的規則 我覺得可以大大提升 學校的校園生活 欸 超級沒來由的耶 超級沒 綁辮子 我請問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個是跟月光仙子 是同一個學校嗎 欸 對 對 喔 那我就懂了啦 對 懂了 欸 難怪有綁辮子 就是為了要演cosplay月光仙子 對啊 那就知道理由了嘛 喔 那Chromebook呢 就是 不明白啦 Chromebook這個 會不會是有一些 你知道廠商勾結啊 就是啊 收回扣啊 唉呦 不過我現在開始腦中那個畫面 那個水手符搭辮子 感覺蠻香的 水手符搭辮子用Chromebook Hightech的越野圖 好 那我來一個 他叫烏東沙內 他給的是一顆星的評論 他名字好特別喔 對 他說校舍老舊 管理嚴格的老牌女校 住校不能光明正大的吃零食 我們學校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體育課可以尖叫發洩 每週三五回家放風 在行李上工程被眾人嫌棄 擦滴 算是一個很樂在學生生活的一個 評論啦 你以前是住校嗎 我不是 但我都會去 我都會去宿舍 找大家玩 我只有進去過一次 我發覺宿舍長得超像監獄 欸超像的欸 而且你知道 欸台北其實 好像只有我們學校有 在學校裡面有宿舍嗎 到現在 因為我們學校在一個 鳥不拉屎的地方啊 欸大家會不會已經猜出 我們是什麼學校啊 不會吧 很明顯我們兩個 都是台中人嗎 喔 對啊對啊 你講話都對啦 對啦 就突然可以講台語 胡說八道 反正不講 欸那宿舍真的很神秘欸 就是因為它是一整個 沒有隔間的地方嘛 然後就是上下鋪 上下鋪 這樣子 很像監獄啦 對 而且很暗 很非常暗 很暗很暗 對 然後超級吵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般 就是一般民眾 或是說 男校的學生們 進入女校宿舍 那真的完全破滅欸 就不會有任何香的遮想 超級不香的欸 就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 就是純白啊 然後會有那種微風 然後床臉這樣飛 然後有熊寶貝的香氣 完全沒有 對 完全沒有 而且 我們學到那個地理位置 又有點陰暗 對 感覺不好走 對我不要再透露 學校的細節了啦 太恐怖了 畢竟我們也是榮譽校友 喔對 對 OK 就不多說了 好 我最後來講一則那個 人生逆轉勝的 好 他是三顆星的評論 是Miyoko Leung 留的 他說 喔因為是英文 所以我看得出他的實態 我自己幫他加上實態 好 他說 我以前不斷被提醒 我不可能可以念大學 我的成績非常爛 我無法念大學 開玩笑 我現在就是一個大學生 老師非常喜歡 老師非常愛管顯示 總是想要知道我的家庭生活 當我功課不好 行為有問題的時候 老師就一再一再提醒我 功能失調的 家庭功能失調的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好可憐喔 就是等於老師有點 老師有點歧視他吧 對 就覺得說 你這樣都是你自己的問題 對啊 就牽扯到就是 就是感覺人家罵人家家裡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很不好 嗯 這不OK欸 不過好險他現在進入大學了 因為就是 再稍微科普一下 就是 新加坡的大學不多 但是 每一所大學都是 事件排名非常前面的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在新加坡 有辦法念大學 就代表你是很頂尖的學生 因為他的 錄取率其實只有三成 三成 為這位 這位 鼓掌 對 他就是成功 人生逆轉勝的 拿那個 入學通知 去丟在那個 老師臉上 很棒 然後老師這時候會不會說 其實我都是為了激勵你 你現在明白我的用心良苦了 我不聽 就這樣跟他說 我不聽 今天差不多就要這樣 那如果這集不好笑 因為是Amber剪的 不要怪我 現在我們在錄音結束的時候 都已經知道會是誰剪的了 馬上錯就先推 鍋就先甩過去 好啦 那今天就是選女校 然後下個禮拜的主題 其實我們已經選好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想聽的主題 那就歡迎大家在評論留言告訴我們你想聽什麼 然後記得搭配五星好評送出 沒錯 好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下個禮拜見 掰掰 拜拜 拜拜